她外婆叫到县城要差不多将近两个小时 开车要两个小时 然后几天一天都在医院里面嘛 这边惹太多 一直排队啊干嘛的 一直排队啊干嘛的 二妹不好看是吧 二妹不好看呢 你觉得谁好看 我知道二妹不好看 但是 我觉得我比较 比较 比较适合丑一点吧 丑一点的吧 因为我觉得 对啊 儿子哥 儿子哥谈谈 他们都太漂亮了 所以我配不上 知道吧 所以感觉二妹丑一点 我就选择了二妹嘛 因为太漂亮了 我配不上 知道吧 家二妹 太漂亮了 我妹 我们不是说 专门选漂亮的 知道吧 有时候 也要看情他更方便 知道吧 刮漂亮有什么 又吗 那我又不是 我自己也太漂亮了 我自己配不上 知道吧 我自己配不上 所以我要找一个丑一点的 我要找一个丑一点的 就耳眉就有点丑 我就找到他了 谢谢点赞 谢谢点赞 谢谢 阿姊好看是吧 对 阿姊好看 确实好看 但是太好看了 我又配不上了 对吧 太好看了 我也配不上 我其实我 我适合一个丑一点的 真的 我适合一个丑 稍微丑一点的 我感觉耳眉都有点漂亮了 再丑一点的话 要更好一点 要不我再去找一个丑一点的 越丑越好 世界上第一丑 好吧 世界上哪个最丑 我就去找哪个 找一个世界上最丑的 第一丑丑女 好不好 这样 你看我这个样子 能配的是一个 有多漂亮的吗 对吧 我自己也不帅嘛 是吧 二妹漂亮有为话 是吧 有为话 这个的是实话 有是有 有为话 但是 漂亮的话 粉丝家人们是不漂亮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漂亮 什么叫不漂亮 我也没有感觉 我只知道 我个人喜欢 个人感觉走 知道吧 其实你们也知道 有时候一个人 一个人就像整个世界 都离开了他一样的 然后就会出现 出现一个人 在你面前 然后他对你好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真的是很圈爱的 很圈 很圈爱 就是那种幸福的感觉 知道吧 所以你突然就会 就会觉得这个人 特别好 知道吧 就比如 这个世界都没有人 把你放在眼里 都没有人 对你好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出现 对你特别好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真的心里面 很有为暖 很为暖的感觉 知道吗 这样 这样 我要不要 我要不要把他手机打开 看一下 他有没有个帅哥 聊天这些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 他的密码 我不知道 他的手机密码 他电话是发在这儿了 对 电话是发在我这里了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 他的手机密码 是多少 我想 我想看一下 他有没有个帅哥 聊天这些 要不要看一下 不要看了 这个是做人的礼貌 对吧 这是人家的私命 不能去看 看人家的私命 知道吧 这也不好 对 这也不礼貌 就是偷偷地去看 偷看人家手机 这也不礼貌 知道吧 爱偉太小气了 对 我说实话 是一个很小气的人 就是很容易 很容易生气的人 知道吧 尤其是 更容易吃醋 更容易吃醋的那种人 就比如说 我有个女朋友的话 就不能跟别人来往 不能跟别人那种 知道吧 因为我觉得 没有安全感 二妹喜欢你 二妹不知道喜不喜欢我 因为我是一个好男人 但我真的 确实也是个好男人 可能有些人觉得 就像那个华毛说的一样 我抓好人 什么样 我真的也是个好男人 知道吧 有些东西 你 有些东西 你摸着自己的年心 你真的不是个好人的话 你抓不出来的 知道吧 抓了八鸡蛋 有些东西 你是抓不出来的 你好人 跟不好的人 有些不好的人 他想当好人 他想抓好人 他都抓不出来的 他抓得到一天 也抓不到两天 他抓得到十天 也抓不到一个月 也抓不到一辈子 知道吧 所以你说 好不好人 这个东西 时间会证明一切 慢慢的看 大家就知道了 知道吧 真的是抓不出来的 你看得懂吗 那么拿去医生看吧 给你 下面一 他妈 我先治好不好 你又不是医生 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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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报了吗 还是 走了 家里面走了 那下去给医生看吧 让他们看 我们也看不懂 对吧 哎呀 好热啊 这边 你找二妹 二妹身高就一米七 一米七都没用 一米六十二 六二吗 一米六十二 你就说一米六 一米六八 一米六八 一米六二叫二妹 我一米六八 你又说你一米六五也没人知道呀对吧 粉丝们又看不到 我跟你说其实其实他他一米九 然后我一米八 什么 我一米我一米九你一米八 嗯 就刚好差一个头吧 这挂他几米的反正也不是很矮啊 也不是很高 看看那个能力取的 啊 看看那个能力取的 小胖 来小胖打个招呼 直播呢 哈喽 小胖们 小胖好 小胖这招撞着打架来买 辛苦了小胖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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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赞谢谢 小胖 嗯 嗯 是这个地方拿的吧 谢谢点赞谢谢 直播间3500人 没有关注阿伟的 关注一下啊 谢谢 想怕辛苦了 对 你们不了解别人 就不要乱说 知道吧 什么二妹太随便了 什么意思 你们不了解二妹 你知道吧 二妹才是不随便的人 她才是 她才是这二八级的 这二八级的一个 知道吧 大家可能有些粉丝 不了解二妹 知道吧 你们真的不了解她 她是这二八级的 比较 比较柔軟的一个女孩 她是很会害羞的那种 说句话她都不会说的 她是跟我认识久了 知道吧 然后觉得 我阿伟也是个好人 她就 跟我都 跟我会说说话 个粉丝卖她都不怎么说话的 因为他性格就那种 比较内向的那种 知道吧 谢谢点赞 谢谢 主要是听话嘛 听话就我就喜欢听话一点的 乖一点听话一点的 知道吧 因为我的脾气不好 我的脾气有点冲动 有时候 但是冲动的男孩 他只是冲动这十几分钟 冲动几分钟 过了就洗就很好了 我先下播了吧 看